世界日报纽约课谈 本集题目 走线客为何自回美国梦 在州长愤怒控诉中共代理人 以及中国驻美宗领事疑似被驱逐的海啸般传闻中 巴拉圣走线客杀妻案 都被印证的玩弱投进湖中的伊利阿卵石 只在附近掀起涟漪 但也顷客就恢复平静 不着痕迹 只要走访与案发地同一门面的小店 便可察觉到各店主人照常营业 且神态自若 除了谈及杀妻案会莫如声外 完全看不到数日前 曾发生命案的痕迹 生活艰难 没人顾得上别人 哪怕是命案 仔细想想 这对来美的华人夫妻 从中国贵州出发 山远迢迢路漫漫 何尝不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 若你问他什么是更好的生活 他十之八九会回答到 挣钱 像许多华人一样 一落地 这对夫妻就紧赶慢赶地 学习谋生技能 无非是按摩后主运输工之类 奔着美国遍地式黄金的幻想 欢欢喜喜地学习做工 盼望能赶紧赚得盆满钵满 这倒也实在没什么稀奇 直到三日的惊天动地新闻溢出 才知道原来这对夫妻间的生活 没这么简单 围绕着命案的各种流言满天飞 一说是女子出轨 一说是女子打胎 一说是女子学按摩等等原因 让男子不满 才让他会刀相像 但若看到现场情况 刀刀都往动脉砍 闲流满地 即使真如川文之一所言 夫妻之间同床共整这么多年 何至于此 也许 川文中的原因不过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异国的压力 语言障碍 陌生的环境 和近在咫尺的诱惑 实在让遍地式黄金的幻想破灭 而身边最亲近之人 也未能给予支持 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不如一起昏灭 一了百了 当他看到王七死不瞑目的眼睛 是否会想起 当时决定来美时的美好憧憬 内容取自世界日报纽约客谈专栏 语音合成技术 由联金数位公司提供 请不吝点赞 疯撬